新媒体新时代中天化界演出 林硕豪吃饱之后呢 当然接下来就有硬仗要来面对了 那么自捕风势力之后呢 眼看明天凌晨斗牛这场战也是个硬仗 那么但是呢还是不减他的高人气 国外厂商已经抢着要推出相关商品了 像国内呢有一大这个平板大厂呢 就开出了九位数字的天价 说是要请林书豪代言 还有很多小型店家广告文宣都硬是要 扯上林书豪这三个字 就连便当店干脆拿背号来做文章 说第二个便当只要17块钱 大喊林书豪加油 小弟弟手上还握着热腾腾便当 抬头一看便当店挂着大大红布条 第二个只要17元 力挺林书豪客人不断上门 还没过来这边吃 过鸡腿切叉烧忙到停不下来 还特别穿上17号背心 其实老板自己就是死中篮球迷 现在也趁着林来风推出17块便当 吸引客人上门 他第十胜的时候 我决定每个便当都17块 而且要把这个营业捐给政府团体 不止便当店抢着沾光 台湾第一大碱性离子水 公司副总还专程前往林书豪老家拜访 不止如此知名平板厂商 碰着九位数天价 托大伯向林书豪美颜 那些大厂商书价也蛮惊人的 因为我一生也不会赚这么多 所以我把那里有惊到就对了 九位数了 九位数是多少 一 一 知名厂商开出高价码 荷包不够深的 就算广告文案也绞尽脑汁和林书豪扯上边 转个弯林书豪买通 宣传效果连厂商都惊奇 确实今天的反应也是不错这样子 三个字商机无限 也难怪各家业者排队求代言 只要和林书豪扯上边 分点美光灯已经直回票价 中天新闻台北做不到